朱立倫還拿剪彩王的梗來自嘲 不過現在卻傳出黨內有心人士 刻意釋出監聽報告 今天朱立倫回應 可能是有人想藉此操作民調不公 過去市長這個剪彩的經驗 非常非常豐富 就是銀行名聲的肯定 王近平都還在戴手套 朱立倫老神在在早就準備好 難怪會被虧說是剪彩王 真的很專業 民調初選期票朱立倫行程滿檔 開著播拼人氣外也把握時間接底氣 化身朱叔叔和小朋友看展覽 搶公清子票 不過就當全力衝刺初選之際 民調監聽報告卻遭黨內人士外流 觀察的結果外流 第一個它不爭確 它不是全數的 它只是幾通的 第二個也會造成一個誤導的現象 絕對不能贏了初選 輸了大選 而且民進黨 尤其是蔡英文跟柯文哲 都非常期待國民黨的發生變數 發生分裂的情況 認為動機不單純 恐怕想藉此質疑初選公正信 但郭台銘則痛批民調失真 還質疑中央委員是歷史罪人 郭董消消氣 砲打中央於事無補 反倒造成裂痕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的黨內的同志 當成對手 不過黨中央醞釀28號全代會修黨章刪除 總統兼任黨主席條款 曾任主席的朱立倫有疑慮 這個是尊重所有黨代表的一個決定 但是不宜在總統 這個初選結果以前提出來 因為總統初選結果之後 比較沒有干擾 男一總統初選 極經波折 最後階段不容易外攪居 這歡迎林凱鈞台報導